哈喽大家好,这个王子龙要体验和更新之后上线的这个新模式 边境突围模式 以为这个地图可能会很大 没想到给它压缩到最后只有400多兆应该 更新之后只有400多兆 多增加400多兆吧 然后这个模式一开始也是在一个安全地方 大家打来打去打来打去 然后也有跳伞模式 跳伞环节 但是它是没有叫做伞 直接是在那个图标显示出来 然后你可以点击左下角的出发 出发之后有那个绿色图标 然后写个一字的那个图标就是你 然后就那个绿绿点点的 然后我们就往这边 然后控制方向就可以往那个方向走 然后它那个有个时间条 然后到时间就落地了 这边一进环子的话 就是打这个打野怪 打完野怪 它有一些加属性的装备 还有那个是吧 反正加属性值 还有加金币的 这些都可以减起来 还有装备 像这些小野怪 大多都是加属性吧 反正我这边打的 然后推荐大家如果玩蛋了模式 推荐大家玩这个公孙礼 公孙礼打起来非常爽 在这种模式下 因为它的位移能力非常强 像这种黄子又多的地方 是吧 它的位移能力又可以保命 又可以追杀人 非常爽 这一开机就直接拿了一个手杀 这方小乔也是倒霉 直接碰到我 还有这个模式感觉有点怪的地方 就是它的匹配的机子 好像我那个用的是另外一款机子的话 玩起来就非常非常卡 然后用这台 就用好一点的机子打的话 就不会这么卡 反正它是可能 对低配的机子要求还是比较高的啊 毕竟这个地图非常大 然后可能怎么弄解析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那我们看公孙礼的好处就是在这里啊 这边打不过地方的墨子 然后随便位移两下 直接就跑掉了 这就是好处 然后它每人都有一个那个引力 是吧就是有点像是阿克的大招 是吧一个隐身逃跑非常爽 好这边也有可以看地图上面的那些图标比较大的 环点越大的地方就野怪越多啊 就像这个大野怪 这个野怪打掉之后是有好东西啊 直接会掉一个三级装备以上 我们看这个我们金妈妈打掉啊 打这个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这个有战斗力啊 战斗力越高 那个能力就越强 我们现在是2000多 我们看打完之后有一个武器啊 我这边我直接丢掉 然后拿上这个三级武器 最好的就是三级武器 三级武器就相当于完整武器啊 这边我们看又碰到一个 这边打的是决赛圈以后啊 碰到关羽 关羽 其实这个模式玩关羽 我感觉更不好 更不好施展 因为它要是吧 要不停的奔跑 然后防守有那么多 墙面有那么多 它这边刚好有一个像 相当于应该是破甲 早期的破甲 现在改名了 然后我们看到这打到最后的时候 这边还有一个宝箱可以剪 宝箱的话 你只要能站在那里就行了 然后它呢有个读取条 直接就可以读取完 读取完之后 这里是有像这个读得越久的 这个宝箱 它有东西就越好 你看又是一个闪电之刃 然后我们直接拿起来 那我这装备就是非常好啊 就是差不多就相当于 已经有六神装 啊六神了 那这边玩 中路 这边就剩两个人了 就是我和另外一个啊 碰到不知火舞 我这边有3000多的张罗里 它只有2000多啊 基本是直接被我玩捏 然后直接撤杀 六零杀 这就是宝箱里 直接拿了一次机器啊 因为我前面的两次 就用别的那个机器打卡 现在这个积昏就掉了好多 幸运积昏掉了 现在下了一分 所以说提前大家玩公尊礼啊 这个模式最适合公尊礼啊 好那我们下回再见 你